今天来说一说日本恐怖片 东京一种 经历了同行竞争的激烈 人气日渐下滑 各种高难度解锁知识 观众口味的不断变化 以及新人人才被除等等打击之后 小泽对自己从事的行业心灰意冷 决定一丝了断自己 但是也许小泽命不该绝 也许他这一生注定要为艺术现实 一个位置的外星球生物 寄存在小泽身上 重新燃起了他天内的熊熊烈火 一雪重生之后的小泽决定再战江湖 哪怕只有一个观众 也要呈现出最佳的视节效果 被寄生之后的小泽 明显对家常便饭不感兴趣 反倒是对高代表的东西 心有独钟 未经任何加工处理 原汁原味原生态的东西 很符合他的胃口 在上学的路上 小泽被几个调皮倒到的学妹来做 学妹要求小泽 传授他们一些拍片的直视技巧 小泽一言不合一巴掌轮过去 意思就是说不要脸 但学妹毕竟还是新人 无法领悟这种更深层次的意义 在课堂上 学妹圈子邀请小泽 放学后一起去片场实习一下 小泽作为一个元老级的前辈 内心很想提携一下 这个最喜欢的学妹 于是拿出随身学代的高蛋白精华液 这种精华液 能够让他在长时间和高强度的 体力运动过程中 快速补充能量 更持久更刺激 放学后 圈子以为小泽要带他去片场实习 没想到对象却是一个不难过你的人妖 圈子备受打击 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超过小泽 小泽带人妖来到片场 这个动作连贯有力 感激俐落 内心前台词就是老娘拍片不用剧本 都是直接进入主题 一般这样的场面 开场白都是聊个三两句 两人相互了解一下 前戏做主了 后戏才能顺利有序的展开 但是酒精片长的小泽直接把前戏给省了 这样不仅可以带观众进入高潮戏份 而且还可以提高我的剪辑水平 把不可描述的画面全部剪掉 一举两得 随着画作的节奏越来越快 就在荣耀快要大从一口气的时候 被小泽的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触角给刺穿了 一念天堂到一念地狱 也只是几秒钟的事情 剧情到这基本可以判定 小泽是一个专门引用男人交配 并抢起杀害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 一天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金子 刚好小泽今天没来上课 课堂上的金子正在抛制他的独门子弹利器 于是同时 众人在学校发生了三具尸体 村子很担心小泽 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于是独自留到小泽拍片的片场 金子也尾随而来 拿出独美秘密武器 一杆大银枪 装弹上膛 这道具正的手法 四五岁小孩子玩的都要比他高大上 村子初次来到片场很不熟悉 显示发生了小泽产下来的蛋蛋 接着发现了爸妈等人的尸体 下的差一点就失禁了 正打算溜着的时候 发现小泽正带着一个男子来到片场 村子很惯性的躲到衣柜里面 通过缝隙观察房间里的男女表演 第一步近身 第二步更衣 第三步神交 第四步轻尾 正当要进行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 小泽闻到了不同于男人的味道 那是一种磁性急速的味道 就在打开衣柜的一瞬间 小泽被外面的金子射了一发 于是把男子当作人肉挡箭牌 一张解决掉男子之后 小泽一溜眼都跑了 金子告诉村子 自己是一个寄存在别人身体里的神话猎人 小泽已经被外星球的神物寄生 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小泽 金子向村子打听小泽经常去的地方 决定这些小泽猎杀到底 两人首先来到一处公园 但发现来此一步 接着来到一个小巷 发现了正在办事的小泽 但还是被小泽溜走了 两人一路最赶来到天台 因为村子的阻来 金子被小泽干的 而村子也难逃一死 成了小泽长下的亡魂 接着准时醒过来的金子 用大银枪把小泽打了下去 但是小泽福大命大 已就毫发无省地溜走了 后来金子使出一早一魂大法 把自己的灵魂转移到 已经死去的村子身上 村子才得以重生 一场私逼大战即将上演 溜回来的小泽 再次参加淡淡 向外面展现了他的拿手绝活 正当小泽 要和一个被囚禁的学妹 玩轻轻的时候 村子很及时的杀到 一看这架势 我以为两人准备要 大干几百个回合 但是没想到 小泽只用一个回合 就把村子干倒 另一边的学妹很调皮的 玩起了淡淡 大家都知道 淡淡是小泽的衣食父母 这等于是让人砸了 自己吃饭的范围 于是火魔三丈的小泽 一掌把学妹拍死 但是反派了下场 只有一个 那就是扑干 村子剩小泽不注意 朝他的大腿插了一刀 接着再死出洪荒之力 向小泽的脑袋一查 这个力度 比片场所有男人 加起来的力度 还要威猛 像冲出江湖 大干一场的小泽 没想到最后 还是败在学妹手上 正所谓 片场带有新人出 各领风潮十几年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小泽营养液 蛋白进化